台北万华茶艺馆引爆了这一波的疫情 全台多个县市都沿近八大行业 但依旧有业者铤而走险 台中警方查获了在西屯区有一家SPA业者 明明就拉下了铁门 但是却灯火通明 冷气开很强 立刻就被抓包了 有小姐穿着男友风衬衫帮男客人在按摩 已经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以开罚三十万元 也成为了台中的首例 霸馆内灯火通明 冷气开很强 警察都上门了 男子还硬扯 没有营业 你跟你老婆是店长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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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职位是 职位是 就是干部而已 他闪烁其词 自称只是干部 远景路内一看 果然抓到证据 有两名小姐正在帮男客人按摩 甚至穿着男友风衬衫 乍看以为没穿裤子 疫情都这么严重了 但台中系团这间SPA管 拉下铁门 响眼人耳目 铁门虽未开启 并贴上游 防疫期间停止营业公告 但店内能有灯光及冷气运转之情势 理性负责人已经违反传病防治法 最高可开罚三十万 台中明令严禁八大行业 业者赚不到钱 铤而走险的还有这间 按摩店门口跑马灯 全程佩戴口罩不误 说是不用担心 却引起民众恐慌 市长带头欢迎民众检举 希望业者不要心存侥幸 避免成为万华查议馆第二 记者林嘉庆李云洁 台中报道 社会新闻人来看到 在南投发生一起夫杀妻的案件 两夫妻疑次因为金情上的问题争吵 丈夫将妻子伤害之后 将遗体装箱藏在客厅 两个年幼的孩子起床找妈妈 而男子变称说妈妈出门了 而狠心伤害了妻子之后 他还北上躲藏 躲在疫情最严重的万华一带 整整九天的时间 最后落网时警方也不敢大意 全程都穿戴了护目镜防护衣来抓他 两夫妻脸靠脸好甜蜜 连书照片记录下 两人从交往到结婚生子 没想到疑似金钱问题起了口角 丈夫狠心将太太杀害后装箱 三岁和七岁的女儿起床后找妈妈 她只冷回妈妈出去了 左右邻居不敢置信 警方调查男子在五月七号犯案后 先将两个孩子托给妹妹照顾 接着逃到北部四处藏匿 过程中甚至躲在万华整整九天 十七号搭乘客运回到南投投案 警方第一时间如临大敌 将讯问点设置在户外 全程口罩防护衣外夹护目镜 嫌犯躲在万华九天 恰巧是本土疫情的爆发热区 目前嫌犯初步裁剪为阴性 但在拘留室内 全程防护衣和口罩 杀人命案涉及疫情 大意不得 记得郑文强连运闭文彭新 南投报道 目前我们在网路上 不知道有没有台中的好朋友 有的话在我们的留言区 喊个右一下 因为有个最先的消息要告诉你 这是台中市府卫生局所公告 为了防止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预防疫情的扩散 从今天开始 台中市民全体民众 外出的时候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经过确讨之后 还违规者将会储新台币 三千块钱以上一万五千块钱以下的罚还 台中的市民从现在开始 你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 不然的话就会罚三千到一万五 可要多加的留意了 好来看到呢 在新北市中和就有人就是这样子 不愿意配合 竟然被罚了吧 在昨天呢 台北市的中和是已经要升为 全台第二大疫情的重灾区 那么在16号呢 中和鼎南里长广播宣导 叫大家戴口罩 但是有一个郭信夫人 她就没有戴口罩 跑到了理办公室大声的呛声 没想到隔了一天 这个女子呢到附近的超商呢 去买东西时 她再次没有戴上口罩 跟店员就发生了口角 警方到了现场取缔 她还是 就是不愿意戴口罩 奇怪了 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呢 而且呢 还在现场破口大骂奖的 口墨横飞 结果最后被远景强制带回 卫生局也对她重罚了 一万五千块钱 18号月升全台第二大疫情 重灾区的中和 却有人硬是不戴口罩 在商店大吵大闹 对远景嗆瞎 说什么就是不戴照 不把防疫法规放眼里 连中和区的里长好心劝导 也被抢侠 光看镜头都觉得 快被女子口水喷到 可以想见里长当时多害怕 18就在第二大疫情 重灾区的新北市中和 也不过就是中和 顶南里长广播宣导 要大家戴口罩 这名过姓女子就跑进里长办公室 没戴口罩破口大骂 执意里长全县持续叫嚣 隔天去附近商店购物 竟再次没戴照与店员发生口酒 警方到场她拒不配合 被带回警局 遭卫生局重罚一万五千元 进入我们双和地区 还有板桥这个地区 案例都比较多一点 人心浮动了 恶意行为她不戴 还甚至于叫嚣的话 所以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中和确诊暴增 光18号一天 新北警方取缔告发 没戴口罩就有203件 劝导741件 这名女子已是累犯 恶意不戴照还大放厥词 让已经艰困的疫情 血上加霜 记者是红如 红日兰新北市报道 好刚刚问呢 有没有在台中的好朋友 我没想到我们台中好朋友 蛮多的哦 很多人都喊幼啦 很多人喊加一 幼幼幼 台中的朋友就是一定要 现在开始出门要戴口罩了 不然你会像刚刚那个妇人一样 会被罚钱的 3000到15000块钱 另外高雄市府呢 在17号校也宣布了 自助餐便当店 一律改由员工帮客人来打菜 但是呢 跑了两家自助餐店发现 还是有客人自己在打菜啊 店家被质疑 是不是不按照规定走 防疫太过松散了 但是店家也有话要说 说他们真的很无奈 他们也很想配合 但是人力真的很不够 无奈呢 不只是自助餐店 还有全国连锁火锅店 因为有15家店是暂停营业的 所以呢囤积了一整个仓库的 蔬果都卖不出去 怎么办呢 干脆全部拿去育幼院了 不好意思啊 要戴口罩 要戴口罩 没口罩 人家不行 我直接来给你 这位阿伯中午时间到自助餐夹便当 结账时被发现没戴口罩 当场被业者劝说 却一脸起伏伏 没戴口罩可能成为防疫破口 本土疫情确诊暴增 让大家好紧张 高雄市府17号下午也宣布 自助餐改由员工帮客人打菜 但大多自助餐还是由客人自己来 业者坦诚要一对一帮忙包便当 真的很为难 自助餐特色就是想吃什么自己夹 让员工打菜虽然是防疫口粮 但民众也说真的很麻烦 如果店员帮我们打的话 万一我想要这个 然后又想要那一个 那店员不就跑来跑去 很麻烦 连锁火锅店准备好的食材 因为民众减少外出用餐 冷藏库的菜没人吃 堆高机来来回回 搬出万顿蔬菜 通通要送给育幼院 洋乐多布丁豆花 这一类期限较短的食品 请厂商回收 这波疫情让火锅店业者无奈 光是单一店家食材 损失惨重 以食材方面的预估的话 大概在六万块钱左右 火锅店业者为了配合滚动式防疫措施 调整开店时间 甚至全台15家店面 挂出停止营业公告 干脆休息降低群聚感染机会 要努力挺过这波疫情 既然高雄总统报导